县长黎明珍表示 两湖论坛开启南投与杭州两地交流 至今已经七年了 已累积许多经验与心得 今年更广邀县内社区参与 让杭州市了解本县社区发展程度 除了相互学习之外 也增加大陆游客到南投深度旅游的机会 我想今天最主要的两岸的论坛 最主要就是在匹子附近的沟通 尤其对观光旅游业 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收入 另外在农产品方面 今天我也提出来 请杭州市海关能够加速通关速度 这个通关速度如果能够不要耽误太久的话 我们时日到杭州的水隔品质新鲜度 才能够提高 我想两岸的论坛 这样持续地来推展 对两岸的教育文化观光旅游 都带来无限的帮助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王主任则强调 南投与杭州两地之间的情谊 包括西湖与日月潭 农景茶与洞顶乌龙茶等文化及农业交流与合作 近来更促进乡镇事件的交流 为两地亲上加亲 论坛中首先由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主任李鸿 国立高雄参旅大学校长荣继业 分别以优势互补互为市场 加强杭州与南投旅游业的深度合作 传承创新永续 打造海峡两岸观光新境界进行论坛主论 两边合作现在越走越近越走越深 现在南投的农产品卖到杭州 据我知道我也参加过一些会 应该说从开始进去还是有点难度的 品质好但是同样类别的东西 在没有尝过以前会觉得比较贵 所以这种推广的话就是让他们尝到 在这个价钱即便贵一点通过我们双方这种 这种宣导啊这种推销行销啊 我觉得还是现在最近还卖的还是真不错 这边我觉得南投作为农业大县 农业在主导产业的观光和农业之间的互动 走所谓叫一加二加三观光六产业的概念 是基础最好的 随后则由南投县农会理事长胡嘉诚 总干事哲明锐陆续与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尔维签订农产加工品 及蔬果采购一项书籍协议 此次采购将使南投农特产品在杭州打开通路市场 为农民带来利多 签约结束后 林县长也引导王主任等人前往会场外的茶席品名 并现场签名赠送王主任南投县长特等茶 全体与会人员并一起合影留念 为七年的两湖论坛留下见证 并期许两地持续交流 不错 我们再一张好 微笑一点 所以阿姨在兰维和取消除对的 推翻了 本人的两口 参照